而美国从未侵占中国一寸土地 奥运会过后 指望中共这个老油条 共产巴西斯政权 搞好中美关系 非常弱智的想法 中美关系的出路在哪里 还原离世 抗战胜利那一天 在我们四川的三层重庆 中国民众将承拿在将军的急步车 和人一起 抬过了一个又一个阶梯 人们高夫 中国民众高夫 敢跟美国人民 美国万岁 中美两国亲属兄弟的情义万岁 今天在中国大陆 建立成千上万个民间的 成为中美有益的联谊会 还原历史 是最佳的方式 也是本人的目标 谢谢 好 谢谢你四川的韩先生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青海的电视观众 潘先生有什么看法 潘先生你请讲 主持人好 嘉宾好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 问各国运动员的一个盛会 那么运动员就是说 国家要花大量的钱 那我现在想问一下 这个嘉宾就是说 在美国就是一个奥运选手的 这个产生是一种什么样的机制 这个运动员培养的资金来 从国家政府给呢 还是他自己或者是哪个部门给 我的问题就是这个 谢谢 好 谢谢你青海的潘先生 我觉得这个青海的潘先生 提出很有意思的问题 因为现在中国的这个金牌总数呢 遥遥领先 那么美国以往的各界奥运会 都是美国的金牌是第一的 那么这一次呢看来这个 中国的金牌总数呢 会超过美国了 那么刚才那个这个青海潘先生 提出说这个运动员的培养问题 就是说这个体制问题 您怎么来看呢 就是说从这个金牌的数量 以及这个运动员的培养 这个体制问题 介绍一下美国的情况好吗 首先让我来表示一下 所有的美国人 我想世界人民的这种 对于四川的地震 以及对于 刚才因为有一个听众是四川来的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幸 我们大家都感到非常不幸 我想那他讲的对 美国呢在四川呢 可以说是和四川人民的友情呢 是渊远流长的 尤其是在这个 当然是在二战时期啊 所以我当然同意他刚才所表达的 那一种情感 那么现在谈到这个奖牌 那现在中国呢 金牌数遥遥领先 那么在总奖牌 这个奖牌总数上呢 我们可能现在是比较接近 就是至少在这个几小时之前 美国可能又得了一枚 但总的来讲呢 在奖牌总数上来讲呢 我们还是比较这个旗鼓相当的 我想大家要记住 这些是个人在那儿 在那儿这个比赛啊 他们当然是穿的是 这个国家的一些这个制服 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多的强调的是 这些个人的一些成功 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最强调的一个价值 我当然很高兴的看到中国在这次比赛当中 表现得这么好 这个是有历史的意义的 所以我觉得大部分的美国人 不见得是对此太担忧 我们也很高兴地看到这些个人的成功 我一开始的时候就讲过 我觉得中国呢 很富有竞争力 这是对的 那么美国呢 也是很有竞争力的 我们也很自豪 费尔普斯先生呢 他比历史上任何人一个人拿的奥运金牌的数量都要多 所以我们大家呢 都可以能够找到一些不同的这种地方呢 来放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种自豪感 民主的自豪感 但是我们总的来讲 对于中国的成功呢 还是感到很高兴 那么谈到这个运动员的培养机制呢 我在这方面呢 不是一个专家 就是说美国的这个社会是怎么样来支持这些 会培养这些奥运的运动员的 但是我觉得呢 中美之间的这个制度上 还是有一个根本的差别的 也许呢 有一些 中国有一些这个私营部门的支持 这我不太了解 但基本上来讲呢 它的运动员的培养体制呢 是政府来支持的 出资的 那么在美国呢 我觉得它基本上呢 是私营部门来支持的运动员的这个培养 所以呢 也许有一些这种政府的支持啊 但这方面呢 这个程度呢 我并不是很清楚 但我觉得 但其中它所占的比例是很小的 它主要在美国呢 是私营部门 大的公司啊 基金会啊 个人啊 商品的销售啊 等等来支持这个运动员的培养 那么在中国 我的理解是 基本的这个培训练的这个体制呢 是一种 全国性的政府 所所这个支持的一个 全国性的一个制度 所以我呢 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 它也反映了我们两个国家的社会和经济 以及政治的体制的不同 所以这就是我对这个 这个走国之间差别的一个看法 对 讲到这个机制的不同呢 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说 您可能也注意到了 就是中国的这个110米 跨栏的这个 上一届奥运会的冠军刘翔 在最近比赛当中呢 刚刚退出了比赛 引起了这个 中国民众的巨大的反响 很多人是很惋惜了 也有人就是说 觉得不能够理解 您对这个问题 运动员退出比赛 您怎么看 怎么讲呢 我对 这个除了在电视上看到的报道以外 其他的详细的东西 我一点都不知道 我的感觉是 这位年轻人 他把整个的 目前为止 他全部的精力 都放在准备 这么一个单一的 这样一个运动 这个项目上面了 那么在我看来 他是受了重 严重的这个 这个受了伤 他的一个 一个 肌 他的 他的脚 这个 这个 后头 脚骨头的这边 也受了伤 那么这个问题呢 就是 我的感觉是呢 感到很惋惜 很难过 当然的确 中国 现在 就 在这个项目上 没有办法成功的在这个比赛了 但是我想我主要的一种感情呢 是对这个个人感到很惋惜 因为我已经讲过了 中国现在的这个金牌总数呢 遥遥领先 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 所以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人 参加这种 竞争力很强的这种 这种 比赛 那么 可以 只有一个人 他不得不退出比赛 已经是一个奇迹了 好 那么我们下面接 山东孔先生的电话 山东孔先生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专家好 我就问一个问题 你们是否知道 中国底层平民对奥运的看法和怨气 这个怨气 谁还没人报道 相信你们也不知道 你们看不到平民 至于平民 奥运跟平民没有关系 中国有句老话 每当露脸 必会现眼 死要面子活受罪 这就是平民 对奥运会的看法 从历史上看 每当有大胜的时候 必有大败 如抗战大胜利 到共产党执政 给中华民族带来大灾难 大跃进带来大饥荒 文化大命带来大混乱 现在有人说 中国就生活在活跃桶上 别忘了八九年六四 当时我们是多么的兴旺 中国不允许讲真话 不敢讲真话 这太危险了 你们唱赞歌